你有听过做古连体音吗 大家好我是钟毅 那其实我是民国65年出生的分割做古连体音 他当时其实在民国60几年来讲 医疗上是一个很特别 我们的分割在全亚洲是第一次 那在全世界算第二例 1976年张忠仁张忠毅这对做古连体音在高雄市出生 他们的出生震惊了当时的社会 媒体针锋报导 两兄弟成为大众谈论的焦点 最终他们在1979年进行分割手术 成为亚洲手队分割手术成功的做古连体音 与众不同的他们 虽成长经历比一般人艰辛 但他们携手成长 积极且勇敢地生活着 我们跟我哥哥其实小时候 最会玩的就是玩推轮 看谁推得最快 然后台大一有个长廊 常常我们俩就是那个趁晚上那个没人的时候 从那边标签这样标签滑下去 真的很夸张 我们很喜欢就是说 会去做一些比较疯狂的事情 觉得为什么人家人我不行动 我也试试看 我跟我哥哥 我以前常常在那边煮饭给我哥哥吃 小时候 靠近你的能力赚钱买了自己的冰箱 煮饭的时候我都这样做着煮 你比如我要烧水啊 像以前我要拿东西 我们以前像 因为我只有一条腿嘛 所以我都是这样爬上来 这样子拿有需要的东西 随着年纪渐长 中任中任已经学会如何独立生活 他们到街兜售 透过自身力量赚取收入 经济也开始有了一定的基础 两兄弟互相扶持成为彼此唯一的依靠 心思细腻的哥哥总是优先考虑到弟弟 时刻着想的举动 各自成了中意重要的精神支柱 那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时候为了要就是学校的关系 他为了我去买一台摩托车 那我感觉到说 其实他很多事情都我还没想到 他都会先帮我想好 然后让我可以很安心的去做我另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或是我不用去挂心 然后可以努力去工作去赚钱 随着生活逐渐稳定 弟弟中意也在2014年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 与相识许久的护理师结婚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相信我有可能会结婚吗 那在以前来讲它是一个梦想 我当时面对最大问题是 爸爸妈妈不认同我 你会想要把你女儿嫁给我这样的人吗 一开始没有人会 那我就要努力让你感受到 我真的是爱你 一般的男生可以给你的 我也可以给 这是为什么他爸爸最后愿意 把你女儿交给我的愿意在这里 综艺转业十年有成婚礼 就在各位掌声当中 我们给他们敬个礼的掌声鼓励好不好 看似一帆风顺的幸福生活 却在2019年1月 综艺手机忽然出现裂痕的那一刻 有了变化 那天的下午三点钟我们还讲电话 可是没多久我的手机突然 就是一幕裂开 突然接到台大医院的电话说 哥哥现在状况很不好 你赶快来 然后我去了医院 然后医院说 然后就是脑出血脑干医血 当时哥哥走的当天早上 家里哥哥还帮我买了那个便当 然后我还回家先把那个便当吃完 因为是哥哥帮我留的 虽然只是一个微波便当 可是对我来讲 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场 终人离开后 弟弟忠义将难过化为动力 决定传承哥哥生前生命讲师的工作 进入校园分享人生故事 并教导孩童如何正确帮助需要的人 我要传承哥哥的理念 就是把爱继续传承下去 我会教导那些同学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当我们碰到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开口 老师有跟我说 真的同学不一样 也照会比较多一份同理心 跟一些关怀的方式去帮助他们 从小照顾中人中义的李玲玲修女 以及曾是护理师 现今已是中义三十年至有的林立文小姐 也将兄弟付出的一切看在眼里 除了给予支持外 更多的是欣慰及感动 我觉得他的存在就是像一道光 上帝给他的这一道光来光照你们 我觉得对我们台湾的青年们是一个鼓励 希望可以一起鼓舞大家 或者是利用他的故事来让大家了解说 在我们的社会上也会面临到不同的状况 但是我们还是很坚持地走下来 回首过去 中义认为能拥有这样的生活已经充满感激 而他现今的人生目标 就是尽力做好丈夫及父亲的角色 参与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 曾被医生预估只能活五年的中人中义 已经是像奇迹般的存在 为了持续传递哥哥的爱给世界 中义智力将爱永续 而这对兄弟也用这份永不分离的情 有不间断的爱 持续点亮社会的每个角落